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6日 星期六 這一節要跟大家介紹一個人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 英雄人物 他的感言 他的作風 甚至乎這次身體力行 出戰出力 這個叫曹興成 這個是台灣的一位 富豪 他是台灣聯電的 榮譽董事長 因為退休了 他也是聯電的創辦人 十分之有錢 解放軍對台灣 進行飛彈 射擊 恐嚇 聯電的榮譽董事長 露光中國這些行為是漏民 說中國以為台灣人也很貪錢 很怕死 所以 他不單止不貪錢 不怕死 還宣佈要捐30億 加強國防 這位 很多人很好奇 原來曹興成 是第一批 去中國撤廠投資 成立一個和纜 更加曾經推動過兩岸和平共處法 也不排斥統一 現在 變成 商界裏面 反共急先鋒 大家都掉了眼鏡 好了 有人對他當然是主動挑起不滿 說他這樣不對 有人是新黨這些 舔共的組織 率領一些流羅去到觸科 聯電的總部抗議 現場銀河喊 新加坡人曹興成 滾出台灣 聯電也急急割席 曹興成先生 十幾年前已經退休了 他的個人行為跟我們沒有關係 公司沒有評論 曹興成 被譽為穿梭台灣 海峽兩岸成功的商人代表 多次以民間人士的身份 為兩岸交流 試過居間協調 引戰 曾經致力提倡統一公投 被視為統派親中派 曹興成以往 原來也是屬於親中派 之後被新竹地檢署 告他 引發業界震動 隔年違反了商業會計法 背信罪 被當時的政府 政治迫害 因為他太過親近中共 當時起訴 董事長 即是聯電董事長曹興成 副董事長孫明等等三個人 經過很多年的前仲 台灣高等法院 一審以證據不足 判他們兩個人無罪 並在2010年 全部定案 當時曹興成就說 這個 拖延了那麼久的一場戲 根本就是政治迫害 是故意想拖垮他的 一早就應該落幕了 也有預告 有利於聯電和和南的合併 聯電之後陸陸續續收購 和南的持股 最終在一六年底宣佈100%持有和南 和南在大陸 也因為和南案經歷了很多年的官司 曹興成就說對台灣師傅很失望 將自己形容為 挑進動物園女跟猴子打 當時新加坡政府向他招手 令到他在2011年初 放棄中華民國國籍 加入新加坡籍 所以新黨人就說他是新加坡人 曹興成 過去也發文說 面對中國的打壓威脅 希望美國派兵協防台灣很沒面子 被外界質疑他的兒子在美國籍 當時他回應 兩個兒子 都是中華民國籍 對台灣有事 他們也會回來剿共 曹興成就被 媒體問到 現在的兒子在哪裡 他說兩個兒子都是台灣 這次 聯電這位董事長曹興成 舉辦記者會 他說 很多人都認為台灣人很貪錢 貪生怕死 所以他 捐出30億 當日台幣 截陷1億美金 就認為加強國防 資助 獎勵 個人或團體推動國防教育 加強心理輿論戰 這個我覺得是十分難得的 他說中國的流民本質不變 所以他就說要對抗 曹興成 其實是甚麼人呢 跟大家講講 其實他 1947年 北京出生 一歲半的時候 當然因為 中共打到來 跟隨父母去台灣 他入了直升加坡 直冠 山東濟齡 是聯華電子的創辦人 他也是一個很有名的藝術鑑上家 古董收藏家 他有很多瓷器 但是最有名的是 青銅器 我之前看過他的收藏品 很漂亮的青銅器 買了很多漂亮的東西 他在台灣長大 台灣讀書 雖然在北京出生 他就是 初中畢業之後 台北市立 建國中學畢業 台灣大學 電機系學士 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的碩士 之後就加入了 工業技術研究院 跟美國無線電公司RCA 簽訂技術轉移合約 也加入了RCA計劃 他就去美國深掃 學習半導體生產技術 82年 第一間 華聯電子成立 曹卿成為華電 副總經理 接著就接任總經理 董事長 後來華電在一連串發展和平購 成為全世界 第二大的 晶片代工廠 經常跟世界第一的台積電相比 曹卿成和台積電的董事長張忠謀 在台灣被稱為半導體相紅 兩人據說有餘量情熱 也是 頂呱呱的人物 90年代 曹卿成當時主導的聯電 打算回大陸生產 因為成本比較便宜 當時的聯電總經理孫明智 帶著這個團 去大陸 推廣IC的設計技術 並在蘇州投資和南 2001年蘇州成立和南 接著外界質疑 聯電和和南 是和南的配合投資者 所以和南董事長因此被拘捕了 整年時間 每天只靠電話會議和團隊開會 聯電也陷入了長達9年的訴訟 之後 馬英九政府開放8吋的晶片廠登陸大陸 和南才可以在13年合法拼入聯電 經歷了18年的努力 和南在18年獲利3億多台幣 佔聯電的獲利大約1成5 和南一年在大陸賺了3億多台幣 但是聯電在中國就虧得更加多錢 在14年聯電在大陸的政府合作的叫做廈門聯芯 當然了啦 開工沒多久 因為 很高昂的折舊費用 當時 100年的聯芯 就欺負了100多億台幣 其實也挺嚴重的 當時在廈門 專門搞12寸的 這個廠 生產40和28納米的晶片 他之後 因為 違反陳水扁政府的大陸投資規定法 所以被新竹地檢儲檢控 被控制背信罪和違反商業會計法 當時被民進黨政府迫害 當時 他也拿過一些收藏品出來賣 原來就拿了 乾隆的 發廊彩筆筒 拍了6000多萬港幣 幫民村地震 震災 賣得挺好價 17年他再拿了一件 北宋羽瑤天青洗 在蘇甫被拍賣 賣了2億9400萬港幣 其實那一隻 是刷新了中國瓷器拍賣的世界紀錄 但是呢 其實這隻 不算很漂亮 那麼 後來 他也拿了一隻 五彩 餘祖文冠 這隻是嘉靖的 這件 當時 他也 2億1千4萬港幣 拿出來拍賣 他說這件 五彩 餘祖文冠對於他來說 是很有意義的 因為紀念他的公司在紐約成功掛牌 他也算是很有名的 在古董界 其實也是響當當人馬 兩件東西都賣了5億 一件 雨搖的天青洗 只是一隻一碟 用來洗筆 天青洗才是洗 洗毛筆 餘祖文冠 我們有機會找一些照片給大家看看 所以這個 曹興成 台灣是一個響當當的人物 也是很有錢 這次 他 捐30億台幣出來 就是不滿中共欺人太甚 很多人 賺錢還賺錢 但是一到這些底線 他現在 人道無求貧自高 當然以往要做大陸生意 也希望 對於大陸設廠 表示悔不當初 幫助中國 做出這些本土性發展 說真的 有時候 很多時候 人 有些決定 為了決公司 當時就打算回大陸才出頭 因為在台灣 很多東西都搞不定 我們看到 在大陸康師傅也是 康師傅的藝家 其實在台灣已經不行了 回到大陸 康師傅賣到滿堂紅 所以賣那些 產品 旺旺也是在大陸發達的 然後 就是統一 在大陸也是賺很多錢的 所以很多台商 在台灣的生存空間沒有什麼時候 回到大陸 你也很難怪他 哪有錢就去哪找的 但是台商反而 成為了中共的籌碼 所以我們先介紹一下 有時看一個人 你不能單純看一件事 要看綜合的 以往 他比較 親共 比較投共 因為在大陸賺錢 希望和平 每個人都做生意想和平 誰不想和平 誰想打仗 每個人都希望和和平 大家不正說得對 最重要的生意可以繼續做 當他現在退休年齡 有無求無欲無求的時候 他就覺得 錢不是最重要 一個國家 他 培養他 長大 培養他發達的地方 台灣 才是他的 命根所在 所以他要好好保護這個地方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有些人會放棄一切 或者 因為某些事而放棄 我們當年 我也是在大陸做生意 19年之前我在大陸做生意 到了19年 這個爆發時代革命 我們最初也是在盼著 那種想法 看定一點 到了721爆發 我們 就覺得 不可以了 要結束大陸的生意 因為這個國家 已經沒有希望 這個地方已經沒有希望 竟然會出動黑社會來打人 我們也忍不住 最終 我們 虧了很多錢 我結束大陸的生意 我都不見過千萬 有甚麼辦法 你跟他繼續做 你一輩子都被他捏住 自由是無價的 原爸爸說得對 多少錢都買不到自由 跟大家順便提一提 接下來8月31日 有一個集會 紀念香港831 有一個演講 主辦單位就說會請了 當然831的主角 他的主角 韓堡生 也會請很多這裡的英國的國會議員 也會請很多英國國會議員 我們也希望 請袁爸爸過來演講 講香港議會 我們就會贊助這次的 這個費用 希望到時候我們的 聽眾支持者可以來參與 地點 是在英國的 西敏寺的公園 parliament Square 時間是 8月31日 星期三 傍晚6點至9點 9點還是天亮的 大家不用怕 所以 放了工之後就可以來參與 希望到時見到大家 因為星期三 日後要上班 放了工後 其實5點 大部分都收了工 六點 來到Parliament Square 我們會在那裏有演講 有集會 希望多些人來幫忙 我們也需要一些義工的 可能到時派傳單 幫忙做一些維持秩序的支持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裏 拜拜